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丧命 还有人好凶哦 有民众说到屏东东港的一间餐厅用餐 把车停在附近的空地 结果要来取车的时候 一名男子拿着铁棍冲出来 咆哮说这地根本就不是给你们停的 还拿出铁棍做事要打人 真的把驾驶吓了一跳 不过实际来到这块空地 也发现了当天拿着铁棍的这名男子 他说他是帮地主代管这块空地 但很多驾驶都不懂得尊重 就自以为这边可以停车随意乱停 还有人喜欢呕吐甚至乱丢垃圾 当天他实在是气不过 先来关注这个话题 这是艺人欧雅娜 吵了好几天了 即将在中国的国庆上面 高唱我的祖国 有些台湾民众觉得很反感 不过国民党立委陈玉坚 他就是护航到底 他说连这样也要反共 那淘宝也不要买了 今天委员苏坚超 踢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当然也忍不住回应 他是说如果 他在这样子做 变成受制于中国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欧阳娜娜他爸爸演的电影 叫做蓝与黑 要提醒欧阳娜娜要小心 也成为了剧中欧阳龙的台词 是坚决反共 不当抢头草 看也是蛮夸张的 今年五月份 有一名淡章大学的男大生 在学校的社团脸书上面 发表了一个新的乐团团名 是他自己要组团 不过这个名字叫做台女终结者 而且团名的介绍 充满了歧视女性的字眼 那么有一个同校的学姐看到就在下面留言 之一 不过反而被这名男大生 呛瞎恐吓 还说要把他打进医院 那么这女学生当然担心自己的安危 决定要提告 本来是希望双方和解 不过和解失败 男大生被检察官因恐吓罪起诉 真是火眼金睛 他之前去万华区一个知名的钻石大楼送餐 就发现 楼梯间怎么都是穿着很清凉的辣妹 他就拍了下来 但是后来他就看一看觉得不对 怀疑这里头是不是有暗藏春色 所以决定要报警了 之后侠区警方也过来侦查 果然在昨天几节40名警力 兵分多路 一口气在这栋大楼里头破获 四个硬招展 中秋廉价你要出去玩吗 不过看看这个车潮 你还真的要注意一下时间 在端午节的时候 这个廉价期间出现了32个小时 车速都低于40公里的状况 所以在这一次的廉价 交通部长林佳龙 特地在一个下午 跑了三个地点去做视察 虽然各个单位 罗斯真的要锁紧 因为30号这天的交通量 已经是平常的1.3倍 所以公共局预估 未来这四天 车多的路段 包括了彰化浦岩 杨梅新竹 甚至宜兰到平林 可能都要比平常 多七倍的新车时间 回到最终晚报 等你来看到这一起车祸 在国道彰化系统交流道 这是一辆高雄通运公司 载了亲戚的槽车 在国道三号南下 准备要进入国道一号 扎道的时候 突然之间失控 去擦撞到了护栏 因为这强大的撞击力 不但车头跟车体 瞬间分离 驾驶跟这个气体的统操 也从20公尺高的高架桥 这么胖往下坠落 引发了一场爆炸 很多人经过看到 真的都吓了一跳 说还以为是发生了 什么大地震 不过驾驶 因为伤势相当的严重 不幸过失 女性人又来恶搞 在洗车场里头开趴 这是在台南 一群年轻人在里头 互丢鸡蛋 还把泡沫机 往自己身上喷 甚至玩起 冲击力很大的水枪 其实一个不小心 可能都有可能 喷得你劈开肉绽 而且呢 他们在玩过之后 完全没有清理 因为有丢鸡蛋嘛 留下非常腹臭的味道 洗车场老板之后 找人来消毒了两次 说到现在都还没有 完全去除 看了监视器画面 真的很气 来看今天的网友金寻掌 先来看到 在中国江西 这传出啊 最近有一个 人民政府的官网 出现了一篇署名 叫做表扬通报 理由是因为 下去有八名干部 去拆了亲属的坟墓 为镇上的坟墓治理 一身作折 不过很多人都说 天哪 自觉坟墓有必要吗 为了需要当官就如此吗 但当然有人说 那是因为在现场 有非常多的 类似乱葬钢 的确是有坏势容 所以主动去清理 希望换一个位置 或许从这个方面想 也是一件好事 让祖先能够在 干干净净的地方吗 而银长则是来看看 日剧半则指数 在日本真的很红 有多红呢 自来水单位 秀出了一张图表 说我在9月27号 星期天的水用量 你看看这个曲线图 你会发现 一从晚上九点钟开始 就一路的下滑 但是十点过后 也就是这个剧演完之后 马上冲上来 很多人都说 这是不是就代表 大家为了看剧 洗澡跟上厕所 通通都可以不用了 加倍奉还 真的是还蛮厉害的 只能说这部剧 真的非常非常的成功哦 金奖则是来看看 这些可爱的鹦鹉 很喜欢学人讲话 不过英国的 这个野生动物公园 最近远方很头痛 说有上千只 是被人类弃养的鹦鹉 结果其中五只呢 居然是满口脏话 而且各式各样 不雅的词汇 对着旁边的人叫嚣 害得原方最后 不得不把这五只鹦鹉 移到游客 看不见的地方 之前说原本的主人 真的可能让人不敢恭维 再来看看是中国 过去都知道 他们山寨的状况 蛮严重的 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 居然变本加厉 在广东的佛山 出现了一条山寨版的 日本一番街 是不是真的 跟日本色谷 很像很像呢 印发话题 但又没有办法出国嘛 所以很多中国民众都说 那不如就来这边 走一走好了 感觉就像 到了日本似的 回到就站晚报 带你来看看 听到人家讲 这样子的话 你会做何反应呢 国民党主办了一个 民主沙龙 那么第一场活动 邀请到了 这位港星 冯翠凡来开讲 不过现场气氛 有一点尴尬的是 他当着江启臣的面 说 国民党没救了 还怒哄 前总统马英九 令人失望 不过本来就是 良药苦口嘛 这些话 国民党能不能够 听进去 还是要看造化 现在看这画面 就是在这个月8号 新北市发生的 行车纠纷 这是一个爸爸 骑车在女儿去上课 不过在路途中 碰到一辆乡行车 没有打方向灯 就切进车道 害得他差点撞上 于是两个人 在下一个路口 等红绿灯的时候 就吵了起来 那么这小行车的驾驶 因为也非常的火大 直接对着这个爸爸 挥拳 两方都受伤 载着女儿准备要去上课 但是就先在这条 巷子口的时候 就发生了行车纠纷 两人到了下一个路口 当街吵了起来 直接动手 上天这起车祸 这些水产行的老板 开车撞倒了一个 重击骑士 那么这个骑士 一直都在家里头休养 也首次在镜头前面现身 说谈了好几天 心里真的是有阴影 只不过让他非常生气的是 这个肇事的驾驶 似乎是毫无诚意 打了一通电话 讲说不是故意 接着就无消无息 让家属痛批 这根本是蓄意着实吧 娱乐圈的消息 就日本女星田中千惠 2008年演出电 海角7号爆红 那个时候呢 跟男主角范逸晨 就被称为海角CP 两个人那个时候 就传出了绯闻 那么据说 真的有这些交往 情缠12年 不过最近被拍到了互动 在这里看看 新北市议员 曾幻渣现在被指控 涉及放高利贷 暴力讨债 这是前员工的爆料 说曾幻渣经营水族养鱼 请他来帮忙养鱼 一个月月薪给3万 不过打开新资条 是从新北市议会核发 怀疑他还因此 诈领助理费 不过曾幻渣全盘否认 他说根本就没有 什么放高利贷 他说这爆料者 其实呢 就是他的堂弟 因为堂弟 还有助理跟他不合 因此到处抹黑 记者也独家访问到 这一位所谓曾幻渣的 前员工 他也爆料说 曾幻渣很喜欢去养鱿鱼 而且养鱼养到 开了水族馆 在自家的地下室 就养了至少50只 甚至还有非常罕见的 真红眼白子 一只至少要500万 他就有五六只 光是家里养的这些鱼 总价值就超过了 5000多万 来看这起自撞车祸 这是一名驾驶 他没有驾照 而且还喝酒 开车上国道 结果当天因为下雨 陆滑 他在经过国道2号 东向2.9公里的时候 紧急刹车打滑 失控撞向了外侧的护栏 安全带松开了 整个人从车门摔了出去 还滚了三圈 差一点点就要被撞上 不过还好 他真的很好运 后方驾驶又发现了他 紧急刹车 问驾驶有没有吸安全带呢 其实是有 不过他的安全带跟扣环中间夹了一个消音扣 其实很多驾驶为了贪图方便 避免呢 你没吸安全带的时候 会有这个BB的警示骚扰 所以会扣在扣环上面 不过其实也潜藏了 公布的风险 口罩国家队又出包了 这是彰化地检署接获的检举 这家制造商为了增加产量 9月份开始就外包给未经许可制作医疗口罩的公司 生产了超过100万片的口罩 而且扑获到了药局 以一盒280到300块的价格去贩售 不法获利将近百万 在这个被受讨论的案件呢 这是一位陈姓女命理师 她去算了一个命盘 就发现一位大她37岁的里长 是她60年难得一见的有缘人 自己展开倒追 还真的不顾家人反对跟她结婚 可是没有想到一年之后 里长就病逝了 法院也认定婚姻无效 不过呢 病理师另外提出了诉讼 说过去去世的里长 曾经答应要给她800万的房屋 要求原配的三名子女应该要给付 那么北院在经过审理之后 也判决三名子女的确得付这个800万 不过全案还可以胜诉 很多去做医美 希望自己再好看一点 不过我们来看看这位外拍模特 他去医美诊所去整鼻子 可是却整歪了 诊所虽然愿意退全额20万 不过他说光是找另外一家诊所 去修复重建的鼻子 其实加一加得要40万元 那么原本的诊所就说 他们很有从意退费 不过客人开价跟他们要80万 所以他们诊所跟对方还在协调 最重要的节目要带你来看 立法院的优秀立委名单出炉了 新科立委林楚英 从主播台整站立法院 获得公民票选的第一名 那么大家认为 他专业跟问证技巧都拿到高分 那么激进党的全博委 社会公益比分则是蛮高的 倒是过去想要挑战八连霸的蒋万安 因为这一次预算审查没有出席 加上提案的公益比比较低 所以没有办法入选优秀的立委名单 不过他自己也说 因为这个会期真的是太忙碌了 这位消息 您来看看这一位 曾经是台湾史上头号枪击要犯 绰号全山甲的詹龙兰 他过去犯下了杀人焚尸跟鲁人勒鼠 被判处了无奇徒刑定业 不过呢 他过去曾经一度越狱逃跑 到中国去躲了七年 但是最后还是被抓回台湾服刑 九年前就开始要申请假释了 但是前后三十多次全部都被驳回 直到现在他被关了第十八年了 再度去申请假释 终于在中秋节前夕获准 也成为预阵史上申请假释最多的记录 不过这一次可以让他假释出狱的原因是什么呢 让你了解 的确凶狠也是头痛人物 就连恶龙张席鸣跟他还是师徒关系 是他的贴身保镖 那么过去呢 这些人的确是犯下了非常重大的案子 不过已经关了十多年 这一回假释出狱 会不会重操就业 当然也引发大家关注 不过根据了解呢 詹鲁兰他现在是直奔台南的老家 因为很牵挂的是年过百岁的父亲 没有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场辩论会吗 这两位加起来都已经超过150岁的参选人 在现场却是乱得不得了 似乎完全没有在在乎辩论的规则 尤其是川普 他对于拜登当然是猛攻 让拜登真的很气 而且呢 拜登在讲话的时候 川普还频频的插嘴 完全无视规则 那唯独对俄罗斯 他是比较不敢吭声了 那么有人说他是普丁的小狗 那当然让拜登也非常的火大 直接叫川普闭嘴